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杨昆终于不忍了 站队纳英出面回应评论 拒不道歉 硬拼刀狼粉丝 自刀狼发布罗沙海事以来 这首歌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它不仅音乐动听 而且具有很强的话题性 甚至被网友们戏称为复仇之歌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这首歌的讨论 似乎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人们开始对此视若无睹 罗沙海事这首歌 特别受到网友的关注 主要是因为它的歌词非常独特 此外 网络上的舆论风波 也推动了这首歌的热议 人们纷纷揭露了刀狼出道的经历 其中的恩怨情仇 简直堪比一场宫廷剧 歌词的含义也是一目了然 截至8月2号下午6点 纳英的评论区已经突破了628万条评论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面对这种情况 纳英本人也感到了惊慌 他在机场向粉丝求助 希望能够停止大家对他的谩骂 然而这反而激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 网友认为他既然了解网络舆论 为什么还不出面回应 就在这时杨坤回应了 罗沙海誓成功吸引了更多的批评 让纳英决定飞到国外避难 许多人开始怀疑杨坤是占纳英的 他的发生是否故意为之 据悉深夜时分一位网友发表了一番支持 纳英、杨坤和汪峰的评论 对一些人对纳英的网络暴力 对杨坤的贬低和对汪峰的指责 他感到非常惊讶 此外他还抱怨说自己发表了对刀狼新歌 罗沙海誓不喜欢的态度 却被人教育 他表示自己之所以不喜欢这首歌 是因为自己的知识不够 这让他非常生气 他强调不要把底层人民绑架起来 因为那些骂他的人也是底层人民 而这首歌可能正是在骂这些人 关于罗沙海誓的评论在网上非常多 大部分都是支持刀狼的 认为那四个人应该向他道歉 只有少数人提出了质疑 而杨坤对此发表了质疑的评论 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异议声音 还有一位网友表示自己只是 因为评价了一句罗沙海誓不好听 就遭到了大批网友的攻击和谩骂 甚至引发另一场关于人格问题的争论 这个网友对这种莫名的网络暴力感到愤怒 发表了一篇长文来吐槽这种现象 并表示希望大家停止这种行为 大家都讨厌被人骂成底层 但被骂的人也是底层的一员 也许罗沙海誓这首歌正是在嘲讽 那些进行网络暴力的人 所以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他才会第一时间评论网友的言论 很多人认为杨坤说的那句 罗沙海誓这首歌可能骂的 就是你是在嘲讽刀狼的粉丝 因此引发了质疑 杨坤发表了评论后 情况变得更加的复杂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纷纷对杨坤的勇气表示赞叹 同时也支持他的那些造谣者提起了诉讼 然而也有一些网友认为 在当时的情况下 作为公众人物的杨坤的言论 对于刀狼来说 是一种欺凌行为 但真正引起争议的一句话 是从不喜欢这首歌 竟然能被教育 不写一篇论文夸赞 真的就对不起大家开始的 与那应造谣的点刀狼歌的 都是农民相比 杨坤之所以受到质疑 是因为有媒体曝光了他 在2004年吐槽刀狼歌曲 那是音乐妈的言论 还表示这些歌曲只是在怀旧 他来唱不会比刀狼差 因此可以说你种下什么音 就会收获什么果 如今贝勒文评论就被称为网暴 这的确是有些站不住脚了 然而从道义的角度上看来 当年刀狼被众多音乐人批评 嘲讽也可以说是一种网暴 只不过那个时候 还没有网暴这个概念罢了 纳英 杨坤 汪峰等人 是知名音乐人 他们的言论在2004年 2005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们当时批评和贬低盗狼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多年后会被同样的方式打击到自己 杨坤通过博主的话来回应 显得有些不高雅 有点不合适 说起来这并不是杨坤第一次因为评价他人而受到质疑 之前他在直播中说刘德华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歌手 唱歌只是靠吼没有技巧 而且杨坤还认为大家喜欢刘德华 只是因为他的外貌和明星效应 而不是真正的音乐技巧 只是因为他所扮演的角色而引起了争议 随后那些言论导致杨坤受到长时间的谩骂 为了解释这一点 他不得不在直播中澄清表示自己被曲解了 他原本想表达的是刘德华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他认为自己说这样的话并没有任何问题 一些人坚持认为作为公众人物的杨坤 应该以身作则言行要谨慎 他的言论可能会导致公众对刀狼产生误解和误判 而另外几位处于舆论中心的人 比如纳英 他带着女儿现身日本似乎在享受假期 他似乎与互联网上的纷争无关 可能在等待网友们忘记之后 他又可以参加综艺节目赚钱 扮演缺心眼的大姐 实际上在这场闹剧中 纳英是首当其冲的 杨坤只能算是小兵 如今他公开回应 立即将骂声引向自己 纳英应该感谢他 否则这79万条评论可能会针对他 对于这些指责 纳英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发了一份声明 强调自己一直秉持公正的态度 对待选手 并表示对这些不实指控感到震惊和愤怒 他同时表示 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杨坤作为该节目的导师之一 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做出了回应 他对纳英遭受的指责感到遗憾 并相信纳英能够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选秀节目的规范和公正性 确保选手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优质的综艺节目 不被谣言和不实指控所左右 他们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不轻易相信未经证实的信息 同时 他们也应该寻求法律机构的帮助 来解决类似的纠纷 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罗沙海事事件中 纳英作为事件的另一方备受关注 律师们纷纷为纳英提出建议 建议他考虑起诉涉事方 律师们认为 面对网络上的谣言和诽谤 纳英有权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的介入将为事件的处理 提供一个更加公正的平台 也能够有力地维护纳英的名誉 罗沙海事事件的升级 更加凸显了社会舆论的强大力量 官方媒体无法压制民众的声音 舆论的兴起已经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 面对这样的事件 杨坤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需要保持冷静和坦然的态度 不受谣言和不实指控的影响 他们应该坚守客观公正的原则 不轻易相信未尽证实的信息 最后我想说的是 刀狼并没有公开解释他歌词的含义 希望大家不要随意猜测 也不要继续升级矛盾 时间会证明一切 让我们静待结果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15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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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